一看到这犀牛腰出现 熊腰陡然大吼一声 哼 混账东西 你还敢来 竟似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要不是小桃在后面死死地拉着 此刻怕是已经冲过去了 那犀牛却只是冷笑道 哼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个大笨熊 口气再张狂 又能奈我何 云墨渊周围 一下子冒出了十八位妖王 近百妖将 将这云墨渊一带团团围住 全是得了消息 闻风而来的 那鬼面王看了一下四周 呵呵笑道 哼哼哼 就知道来凑热闹的不会少 那些人类又何必躲躲藏藏 还是出来吧 说着 他猛地对空一吐 一片劲气一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这股劲气带有强烈的妖族气息 那些妖王一个个视若等闲并不在意 但是 随着妖息的蔓延开来 空中骤然爆开一片片诡异的波纹 接着就见天空中已是突兀的出现了一个个人影 就像是剥掉了天衣 显出人形一般 这批人立于空中 为首的赫然正是唐杰当日见过的孙淑明 除此之外 还有柳云山 黄阳老人 这三位画魂竟然也到了 只是那位张图未知 他将军出身 一身修为皆出自杀伐 对争夺资源反倒是兴趣不大 除此三人之外 还有两位画魂 却是唐杰也未见过的 估计是镇守其他位置的修者 再之下 便是一些心魔和灵魂期的修者 尽管拥有五位画魂 但是 面对十八位妖王的力量 人类的劣势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孙淑明等人也不畏惧 反倒对着鬼面王拱了拱手道 哈哈哈哈 交往何必如此急切 匆匆撕破灭杀 反倒难处 云墨冤未入 明和未开 焦王不会这么急着 就要与我等开战吧 说着一看向众位妖王 一干妖王 却是谁也没出声 虽然妖人不两立 但是 妖王彼此之间 也是各有山头 互不同属 彼此之间并不和睦 有一些之间甚至是 彼此有深仇怨恨 比如那熊妖与犀牛便势不两立 因此 真要打起来 未必能连城一心对敌 倒要防一下来自背后的攻击 再者 此地还在云墨冤外 地形开阔 异于陶在 就算孙淑明等人不敌 想要逃的话 还是有几分把握 修为到了他们这一步 说的夸张点 本就是纵横天地间 瞬息千百丈 尤其是东京关 离此不过百里之遥 来回也不是刹那监视 因此 这一刻互相看了看 却是谁都没出手 或者谁都希望 其他的妖王出手 而自己在后面 跟着捡便宜吧 略过了片刻 还是那小桃后娇笑道 哼 既然来了便是客啊 说起来这云梦渊下方 究竟如何 咱们妖族以前并未入过 也不知道 还是人类更加疏门熟路些呢 既如此 何不就让人类也随了进去 有他们开路倒也方便些 等到了地方 再杀了这些人类 以下方之有限空间 相信 他们要跑 也会难一些的 他将这过河拆桥的事 说的天经地义 其他妖王 却是一起点头 就连孙淑明等人 也笑而不语 似乎早就猜到 会有此结果 云墨渊 以前一直是人类战争 也就是最近百年 才被妖族得到 对下方的情况 自然是一无所知 远无孙淑明等人熟悉 要知道 孙淑明 可是正式的凤山大员 百年前 就曾为凤山 进入过此地 取得了黑檀花 只不过 那个时候 他携天子之威 无人与之争夺 只能保驾护航 如今 却是要与一群大妖 争夺宝物 这性质又有不同 此刻说话间 下方云墨渊 是黑云漫卷 咕噜噜冒出 大骨的黑色气泡 就像是有水 在下面煮开了一样 不断地 有气泡从下方升起 妖族不解 倒是有人类 已是低喝道 气泡屑 明河通道已开 黑水河出来了 众妖这才明白 感情 这是黑水河 现世的征兆 若是不明就里 只怕还真错过了机会 孙叔明长袍一拱 大声道 黑水河已现 但是下方危机 依旧重重 老夫以前 曾进入过此地 诸位妖王若是放心在下 就请让在下 为大家打个先锋吧 孙先生请 哪一众妖王 倒也不拦他 只是呵呵笑道 对妖王们来说 只要几方的实力比人类强 就不怕他们能干出什么来 退一万步讲 哪怕这一次真被人类借机抢了先 夺走黑檀花 也只此一次的事 只要将人类封死在东京关后 这云末渊就注定是他们的 下一个百年 妖族依旧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正是在这底气之下 妖族并不介意让人类先堂堂路 也好减少一些己方的伤亡 此刻孙叔明说过之后 已是向着下方飞去 其余人类修者紧随其后 下飞的时候 孙叔明还往天空看了看 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也没说什么 就此没入黑雾 消失不见 舒明阳击入 中央也是紧紧跟随 一个接一个的飞入下方深渊之中 一直到所有妖族全都进入 云墨渊的上空一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直到此时 一行人的身影悄然出现 正是唐杰与申图园等人 随手一扬 唐杰已收起隐匿阵图 虎笑道 那孙叔明果然厉害啊 在我的脸膝阵下竟还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西门长风回道 孙叔明啊 以天为布 以神为比 输尽天地 其神念之强横 在化魂修者已知巅峰 我等的修为到底浅了些 即便有脸膝阵的掩护 也依然是瞒不过他 唐杰笑道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发现就发现 既然大家都进去了 那我们也就别客气了 走 说着已是抢身先行 下着云雾渊下方飞去 后面 身徒员夜宵等人士紧紧跟随 等五人都进去片刻 又有一道人影 从远方飞来 看似在空中 闲停漫步一般 但四漫十块 只几步路 便已踏过漫长的空间 直接出现在云墨渊的上方 却是一个 相貌斯文秀气的白衣男子 他就那样 虚立于深渊上空 于是 整个云墨渊的黑色雾气 都为他停止了卷动 轻轻看了一眼下方 那男子的银色双眸中 已泛出大片波潮 倒映出整片深渊之影 一路下行 越至深处 黑色的雾气 便越是浓厚 等到了后来 黑雾浓得便如化不开的墨水一般 弥漫四周 将整片空间 化成一片黑暗 按照深途源等人的说法 这些黑雾 其实都是经由黑水河化生而成 历经百年而不散 每道明河通道开启时 黑水河涌出 黑雾就更加的浓烈 这些黑雾 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抵抗能力差一些的 很容易就会被腐蚀成白骨 因此 下到一定程度后 人也好 腰也罢 便纷纷撑起护照 以免黑雾清洗 唯有唐杰 对这种程度的侵蚀 无动于衷 恍若不绝地 一路下沉 引得冰皇等人好一阵羡慕 随着不断地下降 雾气越发稠密 感觉如同身在水中 大家的速度也都慢了下来 四周是大片的黑暗 与死一般的寂静 听不到什么声音 也看不到什么景象 弄得人心里头有些毛毛的 冰皇问深途源 这地方怎么这么诡异 深途源耸了耸肩回道 哼 我怎么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 不过从冥界过来的东西嘛 这要不诡异才就有鬼了 西门长风也道 这地方 当真让人不舒服呀 我也是 深途源与冰皇一起回答 唯有夜宵 呵呵笑了两声 不以为意 他专修鬼道 对着阴气森重 鬼影重重之地 倒也没有半分的不适应 反倒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此刻正行进间 深途源 突然偷听一个滴滴的笑声在不远处响起 吓了一跳 大喝道 什么人 冰皇急转身 首付摇琴 西门长风更是也亮出了长剑 只是那黑雾中 半色没有动静 弄得众人一阵惊疑不定 冰皇问道 怎么黑色 深途源回答 我也不清楚 就是刚才好像听到了笑声 什么样的笑声 唐杰问道 深途源回答 好像是一个女子在笑 唐杰向着深途源所指的方向 飞了一段距离 四处看了看 摇头道 没有看到什么女子 或许是我听错了吧 深途源有些尴尬地回答 也可能是深途兄 太过寂寞所致 夜宵怪笑道 众人也是一起低笑出声 就在这时 西门长风 突然指着唐杰 露出骇然之色 唐兄笑 他心中尚未出口 就见唐杰身后 已突兀地 现出一张苍白的面容 那是一张女鬼的面容 脸色苍白如恶粉 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红舌头 就这样出现在唐杰的身后 对着她的肩部 是一口咬下 这一口咬下 那女鬼的牙齿竟穿过唐杰的 铜皮铁骨 直接咬在她的血肉内部 冰冷的感觉 立时弥漫她的全身 仿佛身陷冰箱一样 冰冷的感觉 直接渗透她的全身 就连灵魂都为之冻僵 但是下一刻 唐杰只喝了一声 一股澎湃的生命之焰从体内升起 所有的冰冷感历时被这生命火焰驱散 消除 那女鬼更是发出恐慌之极的叫声 瞬间化成黑雾消散 众人已冲过来 对唐杰喊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唐杰歪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肩膀 那被咬处 哪有一丝伤痕 这诡异的一幕 让众人都为之心中一寒 夜宵飞过来道 小心了 这是雾鬼 依托黑水雾气 凝聚而成的冥界鬼物 其攻击 动穿虚实 直指灵魂深处 最是阴毒难防 唐杰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好 唐杰活动了一下胳膊 感觉没什么问题 此鬼应当惧怕阳气 虽有积虚之能 诡异难防 但真实实力并不算强 被我阳气一冲之下 极高破灭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夜宵一道 的确如此 雾鬼 重不过一缕 阴气凝聚而成 轻易便可杀之 不过 大家可要千万小心 雾鬼智商不高 全凭本能行事 他天性 喜诗血肉旺盛之人 一旦遇到目标 往往蜂拥而至 总飞蛾扑火 亦在所不惜呀 听到这话 大家都是心里一寒 虽然早知道 这云末冤下 凶险重重 但是刚进入 就遇到如此厉鬼 给人的感觉 还真是糟透了 果然 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雾鬼 一一出现 全无顾忌地 向唐杰等人 发起攻击 其中 又以唐杰 遭遇的最多 他是体修 血肉之气 最为旺盛 因此 吸引的雾鬼 也是最多的 好在 大家都有了防备 知道雾鬼 最怕洋气 直接以 杨属性的 攻法攻击 一路是 有惊无险 在杀死 数百只雾鬼后 刀也过来了 又下行 一段距离 雾气 越发稠密 此时 下方已隐隐 有水声传来 众人知道 这是 是达到黑水河了 明界通道 开启后 黑水河流出 沿此河 一路逆流而上 便是黑昙花 所在之地 至于具体 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清楚 或许 唯一清楚的 就是 孙书明了吧 河边的视野 要比上面 清楚得多 河水中 倒映出 一点点的亮光 为着黑暗世界 带来了一丝光彩 众人一时好奇 便凑过去看 那河里的亮光 到底是什么 然后 便看到一张张 腐烂的脸 漂浮在河里 那亮光 分明是 腐尸眼窝中 幽蓝的明火 小心 在冰黄惊恐的尖叫声中 一具具腐尸 已从河中浮出 他们眼中明火闪烁 望着众人 一步步走上岸来 女人天生畏惧 尸体怪物 即便以冰黄 心魔中期的实力 面对这等鬼物 依然感到 恶心与恐惧 这是 明河俯尸 叶霄已尖叫起来 千万别被他们抓到 他们会把你拖入河底 直入黄泉 永不超生 赶快离开这 沿河往上跑 众人 已一起向后退去 沿着河道 逆流而上 就在这时 就听四面八方 厉鬼奸笑之声响起 大量的雾鬼 再度出现 密密麻麻的 涌向众人 前后夹击 冲过去 唐杰喝了一声 已率先向前冲去 一道道法术光雁 在雾鬼群中炸开 炸的那些雾鬼 烟消云散 但是 一批雾鬼死去 更多的雾鬼便涌了上来 他们有若飞蛾扑火 潜伏后继 不顾自身 怎么杀都杀不光 众人只能是一路强冲 硬生生 杀开一条血路 沿河而上 是一双双 从河底伸出 无数腐败的脸 在河面飘荡 场面 看起来是 甚人之极 无数腐败的翻译 字幕by索比赞 详细